那过程当中崩跌的是在大陆股市 为什么这两天竟然出现港股台股追跌陆股的情况 这是什么逻辑概念呢 另外一个利空是在希腊 希腊危机就在今天我们发现到 糟糕了 竟然往外在扩散 而希腊危机扩散的情况是扩散到 所有全世界的原物料商品价格大跌 这又是什么样的情形 专家说明白哦 亚洲区块冲击到底有多大 常听到昨天晚上到今天很多人抱怨 糟糕 台湾的经济怎么办呢 我们的出口6月份竟然掉到5年来的最低 可是当你放眼亚洲 您就不要沮丧了 不是只有台湾 亚洲好几个重要的国家 出口数字都是连续下滑的 所以我们不仅想要问 问题不是只有台湾 是不是整个的亚洲经济 都出现问题的呢 好 最后的主题 我们压轴放在11点钟过后 专期进来为您邀请的是 美丽专业的曙方 您好 晚安 瑞好 晚安 各位观众 大家晚安 达哥赵瑜 宇哥 您好 瑞安好 大家晚安 好 爸爸汉城 汉城 您好 晚安 瑞安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期货专家冠州 观众 您好 瑞安好 大家晚安 破了台北股市今天呢 跌得大家慌慌的 因为到最后是狂跌 大跌274点 收8976点 破了9000点大关卡 收8976 创下今年以来 收盘的最低价位 而且呢 跌点274点 跟大家报告 这是四年多来 首次见到单日最大的跌点记录 这么一破呢 可以注意到 今天的长黑棒 您看 还出大量的 我真揪心啊 今天的狂跌下沙出大量 1421亿元 怎么办呢 台北股市下一步 到底是怎么样的格局 这么大的量 大家都在沙盘吗 台股问仔细了 之所以很担心 那是因为请看三大法人 您很少看到自营商 我们的那一次 杀股票 杀得这么重 狂卖了53亿元 它的心态呢 没错 它是偏空的 自行动作是卖超 而外资呢 今天也狂卖出来了 今年外资大卖了154亿元 跟大家口头报告 这是创下今年以来 第九次 外资卖超过了 百亿元以上的金额记录 往前这么一推算 三一算卖几天 外资总共卖了五天 五天的卖操总金额 超过了300亿元以上 但是这样的格局 您可能要心理准备 外资可能会继续卖下去 震惊市场 今天亚洲股市呢 你得要盯着它看 因为它的大跌下坏亚洲市场 不是露股而是隔壁的港股 请看港股大跌幅度5.77% 杀的幅度盘中一度快大跌7到8%的港股 港股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大陆股是这么一重挫 所以中资企业在港股挂牌的 决定来说国泰均安就大跌超过了17% 所以港股当中是证券金融板块在进行领跌的港股大跌 接下来看到了大陆股市 今天呢也卖压非常沉重 2.94深圳上阵呢 5.9跌幅大家是比重的 说到了大陆 其实他们是有利多的 因为呢 只要停牌不交易 就不会有卖压 就不会跌 这是他们现在市场当中 想法跟氛围 所以您可知道 现在呢 大陆股市当中 2770几家 超过一半以上 都是停牌 没交易的 而这个记录呢 1500多家以上停牌哦 也是大陆股市史上 在第一次 第一次 首见的停牌潮 只是呢 这样一个停牌 止不住市场 担心 害怕的 狂泻 慢压 刚刚我念到了港股跟陆股 赶快把那个创新低 跟大家做一下报告 香港股市哦 看K 不知不觉 大跌到半年来的最低 深圳 跌到了五个月来的最低点 上阵呢 也滑落到 三个月来的最低点 回到了亚洲股市 台股也是备受到了影响 台股今天呢 灌破了9000点大关卡 低 百分之 2.96 只是 我划到了台股 呃 您跟我 有没有一点点感觉 这会不会有点 怪怪的 或者是说 太离谱呢 明明 崩盘 杀盘的重心 是在大陆股市哦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两天 我刚开场说的 大陆股市 大跌之后 您看出现什么选后 这是什么 两根 红K棒 那 港股呢 跌得很重的港股呢 吓一跳 今天呢 不但是大跌 还有一个空方缺口 零五黑 今天是长黑 台北股市和长普市呢 请看台股 今天台股呢 也是一样 今天的长黑 还来到了四年来 首见最大的跌点记录 观众 您是期货专家 今天呢 当然我们再补充一点 大陆股市只跌了没有 乔乔会去看一个 期货商品 叫做中国 A50 看分 您也许会吓一大跳 陆股跌得如此之重 乒盘线是在这的 结果呢 跳空开低 五盘过后更急杀 我先说 它的跌幅呢 在下午过后 曾经大跌15% 观众啊 露骨的跌势 是不是止不住了呢 那奇怪 明明沙盘重心 核心是在他们身上嘛 为什么台股港股要跟跌呢 观众 这就是一个流动性风险 因为我们看到最新 在今天早上 看到的这个新闻说 大陆有1500家公司 宣布停牌 这大概一半的公司 这个如果台股 没交易了 对没交易 没交易不是不会跌 我们举个例子 其实我后院有带个例子 我们先讲说 今天的故事到底怎么样 大概从昨天晚上 大家很注意这个 香港股市的夜间期货盘 其实我们有在看 可能投资人比较不熟悉 这个商品 那恒盛的夜间期货盘 大概是从下午5点开始 交易到晚上的 就晚上的11点55分 那发现说 港股期货盘怎么一下子 突然大跌将近千点 收盘还跌了700多点 跌了3%左右 所以港股的期货盘 在昨天晚上到今天的凌晨 早就先领跌了 他就是领先反应 为什么大概这么讲 大家不要看说 这个大陆可能因为一些管制 还是一些互盘 说它的一个目前的跌幅 好像就5% 6% 好像是大家觉得 好像这个地方挺住 为什么周遭的像港股 期货盘看到 对不对 竟然继续大跌 A50的期货指数 今天盘中最低跌到27% 我当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 这个所谓的一个砍单 这个应该就是 断头的卖压 出来之后 那收盘没有跌那么多 收盘还是在1万点 大概跌15%左右 那当然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 我们再看在美国挂牌的 入股跟港股的相关ADR 一样是跌幅在2%到5%之间 那这个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中国大陆里面 出现了一个流动性风险 那外资其实看空入股 它本身的本益比也好 或者是它的一个 过去的一个疯狂性 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被看空了 包括关于这一点 我把它问仔细 因为大家觉得狂杀的是在入股 为什么港股会被整个拖累 最近抽资金的情况 或卖压更加沉重 我听到的消息是这样 看对不对 因为外资 基本上如果外资的钱 直接进入到大陆股市 他们只能投资B股 可是最近的外资 买了很多的A股 那是因为他们借由沪港通 绕了一趟到香港 再到沪陆股的A去进行投资 所以现在如果他要抽大陆的资金 当然大陆资金 香港资金一块抽离 才会形成港股追杀的情况 对不对 对就是说他其实怕说资金抽不出来 我哪天不小心我的死股被停牌之后 我就抽不到 或者是说我的死股已经被停牌的情况之下 那我要做什么 我先去空港股 对不对 我先去空期货 我甚至去空这个美国挂牌的一个ADR 我先把我的风险去做锁住 因为停牌不是不会跌 是以后再跌 我们看到下一张来做后 台湾过去有例子 在1997年的10月10号到10月底的期间里面 也有说限制跌幅在3.5% 那时候股市是一路走空的状况 可是问题是后面 虽然说有一波的一个指稳跟小反弹 但是后面你还是要反映到 那时的后的一个基本面的概况 还是继续往下杀 所以说停牌也好 你创造的流动性不足的状况 导致说市场价格不动不会跌 不代表以后不需要还 这还是要还的 其实只要您古龄够久 1997年您应该有这个印象 我先问宇哥好了 我真的吓到当时一开盘 开盘要看盘 不用看 因为全部都跌停板 3.5% 每天开盘全部一两百档 全部跌停板 结果他只是把那个跌的时间拉长而已 是啊 这金融风暴也是一样 97年 民国97年的时候 金融风暴也是这样子 那个我想因为1997 那个大家记忆比较远一点 我想蜀方应该都知道 那其实包含像SARS 甚至在这一次的这个金融风暴 这雷曼兄弟事件 也是一样这样线缩 可是到最后 他还是跌到3500多点下去 3900多点下来 而且那时候是崩跌状况 大家全部跌停板 我要说的是 大家在纳闷停牌 这么多一半都停牌了 应该是不会跌 这是延长时间而已 没有用 其实应该是说 他的一个利空的消息 跟造成跌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是时间可以去做解决的 那基本上你用3.5% 你拖长时间 不去的因素 可以出来去做解决 那当然是有效的 可是如果它是景气 或是你的筹码上面出问题 那你停牌只是在扩延什么 下跌的时间而已 它并不会去做止跌 所以根源还是在于什么 这个时间点造成国际股市 大跌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稍微补充一下 刚刚贯州谈到的 为什么整个港股里面 下跌的幅度是最大 其实在昨天的下午 它发生了一件事情 所以因为香港 它占有指数很多的 都是所谓的金融股 那昨天下午呢 欧元突然重扁 然后西班牙的公债殖利率 意大利的公债殖利率 大涨6% 也就是大家把那个希腊 或者比较不稳定国家的 欧洲国家的公债 把它卖掉 价格狂跌 殖利率狂飙 所以大家的恐慌 是从债市会市 扩散到股市 对 那因为这个过程中 如果从希腊的问题 扩散到西班牙 意大利 那你要想想看 他们之前的防火墙 只有防堵什么 希腊 如果再要反堵到 所谓的西班牙 意大利这些问题 那因为整个一个香港 有太多的欧系银行 美系银行 它是不是要卖更多股票 它是国际的亚洲金融中心 所以它今天的跌不会最大 原因就是来自于 整个金融市场上面 它需要搬移的资金更多了 可是贯州啊 透过刚刚两位专家的补充 其实停牌解决不了问题 这是大陆自己本身 那港股的大跌我也知道了 那我们呢 台股为什么要跟跌 而且今天跌好重啊 这个从整个需求面是有关系的 因为其实入股 我们说有没有资金在大陆 绝对有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今天入股大跌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都讲说筹码 要不要把本身的股票卖一卖 去把这个资金抽回来 这是其中一个一点 那再说我们讲说 比较长远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大陆 这个因为市场不好 导致说它整个需求面是往下掉 那所以说为什么台湾 好像这个最近的一个公司的营收 或者是这个景气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感觉 这也是台股 这个地方是守不住的一个重点原因 其实说到台股 我们得要关心 因为今天外资大卖了150几亿元 我不禁想要问 台股今天会不会就是在 外资发现到大中华圈 已经开始剧烈震荡 很不稳 因为我看到贯州的最后一张字卡 外资闻到了一些的血腥味吗 是不是这样子才大卖台股呢 因为其实我们先从这个陆股来讲 陆股是一个风暴中心的 而且它现在有点卖不掉的状况 那外资就看到说 你这个第四个市场要往下跌 可是你现在是停住了 那外资做法就是说 它会空这个所谓周遭的 港股这个地方 它可以自由交易 台湾也是可以自由交易 不然像美国的ADI也可以自由交易 所以外资这个地方 会去空周围的市场 它的答案应该是对的 你看今天期货讯号 除了外资的大卖之外 台指旗的进口数 您没看错 进多转进空 这么来回就是加空 一万口以上了解吗 整个的口数多翻空了 而且是六多转空 再看价差 今天逆价差呢 是在扩大的 所以呢 成如贯州说的 盘恐怕会再跌吗 选择权 今天在选择权呢 看跌的卖权 增加万口以上 我才会提醒您啊 刚刚说的 外资呢 连续五卖了嘛 可能它的卖牌 卖押还会再持续卖下去了 然后外资借券 唯一好的 它借券没有借很多 反正该卖都卖了 是不是这样呢 八道光股行库 刚鼠方也跟我开玩笑说 你看一大跌它就大买 就是这样 所以只要看到它买 行情都没完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些的讯号 包括了台币 我快速报告一下 今天的新台币 台币今天的盘中 还一度升了1.9角 只是到了尾盘 或许宇哥说对了 台币如果不扁 我们的经济会糟糕 带不了出口 所以呢 从升转扁 到最后呢 是扁了6.3分 就在31.225 总量太重要了 今天的K 台币也许上冲下息 哇 近年来的新大量 15.7亿美元 你不觉得其中有蹊跷吗 汉成你先解读一下 台股的看法 我认为台股来讲 因为今天跌破到 之前的9170的一个支撑加位点 所以包括像外资 包括像自营商刚刚提到 自营商是大卖的一个格局 自营商为什么卖那么大 我觉得它有两方面了 就像刚刚所提到 入股大跌 自营商会跟入股 会有一个联动性 为什么会有联动性 还记得我们之前 在一直讨论的 什么富为 偷到大陆去做一个投资啊 可是你觉得自营商的部分 会有没有 也会有啊 而且还占大部分的一个情况 汉成啊 我觉得这三天下来 我真的觉得三大法人 最聪明的是谁 是自营商 那时候外资财小卖 自营商就开始变大卖 就真的这一连串的过程 自营商先卖 先落袍 它是正确的耶 是的确没有错 因为大陆股市来讲 呈现大跌 他们之前 负委托过去的了 一方面有的是卖不掉的 敏感度先提前了 一方面是卖不掉 卖不掉 他这些操盘手怎么办 他还是会紧张啊 所以应该会把一些的资金 先抽回来 所以这是一部分 所以自营商为什么大卖的一个格局 再来一点就是刚刚所指的 9170这个中央位置区被跌破的时候 会不会有停损的卖压 所以今天的卖压 我本来也想要问观众 就是有没有那种 人家设定好的城市卖压 就是说我没有感情的了 对肯定有的 对肯定是有的 设定好的就是 对而且你知道吗 这些自营商或者是投资机构 他有一个封控的地方 封控组这一部分来讲 他一定会帮你执行 风险的一个控管 所以不用你讲 只要一跌破 他可能就帮你砍掉了 所以如果余哥 如果今天的法人 有那种不留情感的 电脑的城市卖压 灌杀出来的话 会不会 你听我把他问完 会不会有那种 错杀的疑虑呢 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错杀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低点 可能也不是低点 所以这个利空 还会再扩散蔓延就对了 跌会有超跌 对啊 但是我很肯定一点事情 就是这一次 其实台北股市的一个 融资原因轻了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再下去 因为跌有可能会超跌 那我觉得会用这个 所谓的最后赶底方式 去看出真正的底部 以跌止跌 对 OK OK 好 我先说 因为今天大盘爆出了 下沙取量 爆出一件400多亿的大量 把那个您最关心的 台股怎么会这样 追跌落股呢 把他问清楚 还有一个比较难的 因为是突然间发现的 新台币 鼠方你常在教大家 那个台币爆大量 并不对劲 今天爆出了15.7亿美元的大量 如果以您的研判 吓死了 往常均量的一倍以上 你觉得这个量是怎么出来的 其实我刚刚就讲过说 现在所有的欧系 跟美系银行里面都需要资金 那如果他在近期里面 都卖超了整个一个台币股市 他如果之前有现金的部位 他当然要颁失 回到欧系银行 美系银行 所以这个爆大量上面而言 就是央行跟外资上面 对抗的一个力道的出现 那第二件事情里面 在今天的新台币的一个爆大量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上面 就是刚刚有谈到说 在最近里面入股 我们台商有很多人来讲话 他在之前就投资在入股上面 那入股他出现了流动性的一些风险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的资金要不要去那边救 他也有可能 那边钱提不出来 卖不掉 这边的钱赶快拿过去应急 对 也是需要 所以我觉得在最近里面 我个人认为其实有几个现象 第一件事情 台币的一个爆大量 爆大量绝对都是一个关键性 没错 你这个爆大量之后 你的后面的趋势到底是深海便 他就会决定那个方向 所以你要注意明天的新台币的走势 第二件事情 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的台北股市 台币股市在近期里面 也是第一次爆出1400亿的量 那刚刚瑞涵谈到说有没有卖错 那有没有卖错就很简单 今天的长黑K的上元9225点 你能不能克服 克服你就是卖错嘛 没有克服 那你当然就是没有卖错 其实量价 他绝对不会骗人 其实台币有一点我比较好奇 按照曙方刚刚的讲法 台币假设是因为要颁市回潮资金 照理来讲的话 台币这个部分应该是贬值的 可是盘中都是升值的 对啊 盘中是升值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不解的地方 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主方刚刚有讲到一个关键到蛮重要的 因为国际资金如果要离开 我们又希望它能够比较区别 这个你冲我冲的量就这样滚出来了 不过多数时间是在升的是没错 好 OK 我们赶快先进广告了 因为今天股市会市都很精彩 量都整个滚出来了 不过始作俑者呢 股灾的核心是在大陆 大陆市场传出了一个劲爆的内幕 做他们的主管机关的长官 儿子涉嫌内线交易 到底是谁 消息正确吗 回来追仔细 超越三原色 Viera 日本创新显像技术 将色彩进化为